近年7月份以来 台湾多地贫乏无预警的停电 引发了民众对于台湾进入缺电时代的讨论 台湾媒体报道称 台行政机构负责人卓荣泰 日前接受日媒专访时松口 台湾2030年可能重启核电 但消息一出立即遭到台湾当局的否认 对此台湾舆论痛批 民进党不顾民生 据台湾媒体报道 卓荣泰近日接受日本媒体专访时称 台湾虽计划于2025年实现所谓非核家园目标 可将核电列入讨论 随着人工智能和半导体产业的电力需求日益增加 卓荣泰透露 台湾可能在2030年后重新考虑使用核电 不过此消息立刻遭到台当局行政部门的否认 称现阶段行政部门的工作重点 包括将新建中的电厂如期完成 未来将持续开发多元绿能 台湾中时新闻网报道称 2018年以后 台湾的6座核能机组有5座陆续除一 核三厂的2号机也将于2025年停机 据台湾经济部门统计 核电占台湾发电量比重 已从2016年的12% 降至2023年的6.3% 蓝营人士多次发声 称台湾已经进入大缺电时代 近日台北松山机场 桃园 新竹南辽 台中 南投和台南都发生停电 影响上万住户 但台电对于停电的理由 竟称是松鼠 蛇 猫及小鸟误闯设施 引发设备短路故障 可点名的小动物已经快用完了 对此 多位蓝营人士痛批 民进党当局紧爆非核神主牌 不顾民生 台湾将面临无电之灾 中央派终于戳破了 民进党长期不缺电的天大谎言 更批翻了民进党过去 长期反核的意识形态的神主牌 知错能改 善莫大焉 为何要等到2030年 就是因为一个2025非核家园的神主牌 探访新型的故乡 海峡两岸记者宁夏行联合采访活动 日前圆满结束 在一周的探访行程里 两岸记者近距离感受中国母亲和黄河 并走进宁夏部物馆 镇北铺西部影城等 深度了解黄河文化 在青铜峡 两岸记者登上船顶 用镜头记录黄河峡谷的壮阔景象 在沙坡头 记者们乘坐有上千年历史的渡河方式 羊皮筏子顺流而下 亲身感受王维诗剧中的大漠孤烟值 长河落日圆 波兰壮阔的黄河 孕育了丰富而悠久的文化 两岸记者走进宁夏博物馆探访 而台湾媒体对博物馆 有哪些镇馆之宝 格外感兴趣 王先生 来帮我们讲一下 就是所谓的镇馆之宝的哪些特色 我们镇馆之宝 一个是唐代的胡玄武石门扇 为什么说这个很重要呢 因为宁夏特殊的地理位置 这里不仅是古代的军事要地 同时也是丝绸之路的要冲 胡玄武就是一个例证 在镇北部西部影城 两岸记者走访红高粱 大话西游等经典电影的拍摄场景 并扮演影片角色 感受西北戈壁 与影视文化的奇妙碰撞 我大话西游真的看了好多遍 就是因为这部电影真的太经典了 然后台湾人也都蛮喜欢的 在我们两岸之间 它可以说是大家共同的回忆 就是大家讲到台词 或者里面一些梗 然后我们就会马上就 就get到了 那就是不需要多说什么 然后大家就很有默契 会笑成一团 这里是电影《红高粱》的主场景 那《红高粱》讲述的是 我的家乡山东高明的故事 那我也是来到了银川 来到了镇北部西部影城之后 才知道原来这部电影 是在这里拍摄的 那现在影城已经把这里打造成了 一个旅游场景 供游客来参观体验 黄河文化和沙漠经济的发展 离不开沙漠治理 在中科院沙坡头沙漠研究试验站 工作人员向两岸记者介绍 黄河沿岸制沙的历史和经验 在防沙固沙示范区 记者们了解如何扎制草方格 才能提高效率 对制沙专家不畏艰苦 总结经验智慧 与大自然做顽强斗争的精神 深感敬佩 西固后制固族结合 固呢就是我们运用的 扎是草方格 扎上油一米接方的草方格扎好油 把沙子固定 沙子不流动 我们最终用的生物工程措施来制沙 那就是第二个方面就是种草 种树 那么最终呢草方格过几年就没了 就是靠着植物来就是固沙 同时呢也是沙漠变成了绿洲 刚才听了防沙经验的讲解 我对制沙人真是充满了敬佩 他们在这样一份艰苦的工作当中 发挥了他们的经验和智慧 让防沙制沙呢更有效率 也更节省了成本 欢迎您继续关注海峡连岸 在台军日前举行的 汉光40号演习当中 台海军进行海上机动演习 模拟前往台岛东岸舒博区 实施战力保存 但是有台媒炒作称 解放军在台岛东部的活动 让台海军舰艇憋在了海港 面临无处可去的窘境 台军在台岛东岸设置舒博区 有什么样的目的 就这样的话题 邀请到两岸的三位嘉宾 来展开解析 台北时事 台北时事实施战力保存 在台湾岛紧急出港的演习 模拟在战时避开解放军攻击 于台岛东岸舒博区海域 进行战力保存 不过台军事专家认为 随着解放军在台湾岛东部的力量 不断增强 台海军舰艇在将关海域 正面临着无处可去的窘境 透过刚才台湾媒体的报道 我们看到这一次台军 在进行汉光军事演习的时候 遇到了舒博的问题 那首先我们要来了解一下 舒博在军事的概念当中 他到底是解决什么问题的 是一个什么意思 其次我们要来了解一下 台军难道在演习之前 没有去预设舒博 可能会产生的各种问题吗 舒博就是疏散和停博的意思 在这里边是台军和台湾的用语 而大陆解放军的用语 是毛蒂和毛博的意思 主要的是台湾当局和台军 他们为了在战役的初期 避免从海陆空的夹击 他们的这些战舰民用舰支 在港口被全部的包饺子了 所以他们是在自己的花莲 宜兰的这些天宫三 还爱国者三的这些 防空导弹的战斗半径以内 也就是200公里以内 他们要逃到这些公海上去 并且在日本的石原岛 和宫古岛的以南 有四到五处的这些舒博地 他们在这些地方 那么做到进可攻退可守 保持大部分战舰和民船的 这些战斗力等等 那么在未来的这个战斗里面 或者向更远的这个海区域逃窜 或者是再回来加入这个战斗 那么这是在台湾丧失了 制海权和制空权以后 又在抗登陆作战中 完全的失利 保存海军实力的一个做法 这样的一个舒博地 还包括他们的一个舒博的行为 是在战略上和战役上 完全被动挨打 逃避战场的一个行为 他们幻想着在未来 战争进行到一定程度 再回来进行对抗解放军的 这些海上的这个行动 所以从他们这个作战态势来说 是被动的退却的 和保存的这些策略 但是我们知道 在海上战争 海上战役 这种退避保存的这些做法 毫无疑问 它是一个非常被动的一个战略 而且这是一个被动挨打的 一个战术的这个方法 在未来的这个海上战役里边 台军的这种做法 完全是为了苟延残喘 在美国等等这些国家的 他们的这个教唆下 再回来不断地对解放军进行袭扰 他们的作用也仅限于如此了 也就是说要疏散这些作战禁艇 找到一个安全的地方进行停泊 然后保存战力 再次参与战争 那么之前在进行这个书博演练的时候 有没有成功的案例 这次台军一年一度的汉光演习 事前炒作的很大 又是放话说这是首次无剧本的演练 又是广发模拟解放军空袭警报的手机短信 但最后却因为台风的影响 只有海空战力保存这个科目是完整实施 那么所谓的战力保存 就是根据台军长久以来的假定 认为在台海开战的第一时间 就要赶紧把部分的军机军舰进行转移 这样才有后续反攻的机会 以免一开始就被解放军一锅端 那么保存这些军机军舰的地方 台军认为最好的地区就是在台湾的东部 把这个东部地区视为是所谓的大后方安全区 所以像是台军空军的F-16 IDF或者幻影等等战机 都是假定到时候要转移到花莲加山基地 或者是台东制航基地 当然了这些关于战力保存 或者是远海舒博区的假定 都是台军片面的假想 从未经过实际战争的验证 而且根本没有看到的是现在解放军军机军舰 都已经不断逼近台湾 这样的一个常态演练的事实 可以说台军完全没有与时俱进 还是认为台湾东部就是天然的安全区 而且每一次演练也不敢真的超出 台湾划定的防空识别区 那么唯一较远的一次 就是在2012年的时候 有台湾海军的舰长 模拟躲避解放军的侦察 指挥舰队进行机动作业 那么进入到远海的 与那国岛的临街区水域 不过那都是12年前的事了 而且当时还是马英九执政 那么两岸关系可以说是天差地别 事实上早从2017年 解放军军机就已经在台湾东岸 实现了常态巡航 那么东部就已经不再是台军绝对的安全区 而且大陆的航母辽宁号还有山东号 也都多次远海演训 早就进入到台湾海军假定 在东部海域的舒博区了 在2022年佩洛西串访台湾之后 我们看到解放军军舰 更是逼近到台湾东部外海 仅仅24海里左右的地方 台军所谓的舒博区 早就成了解放军的战备巡航区 那我们看到像是在 蔡英文时期的防务部门负责人邱国正 他也说了实话 那就是台海一旦开战 台湾没有前后方之别 这个话等于也是打脸了 台军所谓东部 还可以作为战力保存区的想定 所以说到底 台军所谓的远海舒博 只是掩耳盗铃媚于事实 那么一直到现在解放军 都直接军演摆出 封锁台湾东部海域的这个政势了 台军这下才终于不得不面临 无处可舒博的现实 无法继续自己骗自己了 那么现在应该如何来解决 被憋住无处可去的问题呢 我们看到台湾舆论也给出了很多建议 那么台军是否会采纳这些建议 那么面对台海军舰艇 无处躲藏 退无可退的这种窘境呢 台湾的舆论 一些专家学者 纷纷献计献策 那么提出了几套方案 那么第一种方案呢 就是抛弃在远海舒博的设想 返回近岸舒博 依托岸基的防空导弹 和反舰导弹来加以掩护 那其实呢就是归缩在港口了 那么第二种方案呢 是既然台军的水面舰艇的实力 不如大陆的解放军 那么就重点打造潜艇的战力 在台湾东部海域呢 设立一个伏击圈 让解放军海军啊 在台湾东部海域啊 不敢为所欲为 也不敢轻易地去威胁台军的 所谓的舒博区 那么第三个方案呢 就是借力外部势力 那么一旦台海开战 美国和日本可能会以 维护海上生命线为由 设立一个海上安全区 那阻挠解放军的海军啊 就进入到台湾的东部海域 那与此同时呢 台湾的海军舰队呢 向北可以逃往日本的 宇纳国岛 还有石原岛海域 那向南呢 可以逃往菲律宾的巴丹岛海域 那么第四种方案 也是最极端的 最激进的一种方案 就是彻底地放弃舒博的一个幻想 既然是南逃一死 那么就和解放军啊 拼个鱼死网破 那具体来讲的话 就是台军的所有舰艇 都改为无人操作 而且呢装满炸药 把自己的变成一个 海上神风特攻队 高速的撞击解放军的军舰 特别是航空母舰 那么这样一些设想呢 其实在我看来啊 属于叫做处心几率 但同时呢 又是潜虑技穷 它的可行性是不大的 比如说借助外部势力的帮助 那么一般来说 在战前的话 周边国家是不可能公开的承诺 同意台湾的海军舰艇 在战时进入它的海域或港口 输博 那即使有这样的一些 私下的交易呢 也不可能公之于众 更不可能大动干戈地进行 这些输博的演练 那么更重要的是 如果日本菲律宾 这样的周边国家 在战时允许台海军舰艇 进入他们的海域 或者是港口输博庇护 那么然后又允许他们返回战场 和解放军交战的话 那么相当于日本和菲律宾 和中国进入到交战的状态 这样一种严重的后果是日本 菲律宾这样的国家是无法承受的 因此呢战时台湾海军舰艇 逃往境外的这种可能性是不大的 所以他才在演戏当中设置了这样的一个环节 那我们看到他想利用输博来进行战力 保存这个问题呢 无论是岛内的舆论分析的 还是美方做出的评估 认为这根本就是一个空想的命题 接下来通过短片做一下了解 在解放军东部战区此前进行的 环台岛战备警循和 有台媒报道称 根据美军外泄的机密文件显示 美方评估认为 台军想要将全部战斗机 转移到安全地区 需要至少一星期时间 这意味着台军战力保存根本是空想 其实台岛东部呢 还是台军军力部署 比较密集的一个区域 但是分析认为说 现在台岛东部呢也不是安全区了 甚至台湾就没有安全区 因为解放军的军事实力 实在是太强大了 我们应该如何来看待这样的分析 台湾呢是一个完全可以被包围的 一个不大的一个地方 那么无论是我们绕岛 穿插岛 还是以海陆空来对台湾整个进行包围 包括解放军的战舰 还有飞机在台湾以东的这些海面 那么包括从宫古岛穿插 那么对台军的这些建制呢 实行分格包围 中间再进行穿插这些战役行动 这样的台湾的保存的这个策略 是完全行不通的 而且呢 从台湾来看呢 他们妄图在这些地方 那么在这些疏搏地 再打回来 再进行二次的这个战斗 这更是一个战役的空想 甚至是有一些幼稚 所以从现在这个情况来看呢 那么我们在台湾的东部 已经完全实施了战役的遮断 包围 还有对台军呢 进行24小时不停的 海陆空 包括卫星的这个侦察 不仅有卫星的侦察呢 还有大量的中大型的无人机 那么它载着空对舰 空对地的这个导弹 对台湾和台军的这个舰支呢 实施24小时的侦察 那么也就是查打一体机 那么24小时不停的这个情况下呢 那么发现即摧毁 那么把台军的这些舰支呢 他们妄图在输博地 形成二次的战斗力 这完全是一个战役的空想的行为 就是台湾的防部门邱国正 他也对外表过态说 台湾其实没有所谓的前方和后方 那就是不是意味着 其实台湾军方也深知 就是台湾其实没有所谓的安全区 从台湾的这个情况来看呢 我们知道呢台湾是一个非常小的 3.6万平方公里的一个地方 它只相当于两个北京的这个大小 而对于战役的这个穿插的这个距离 包括战役的包围呢 那么台湾它确实不是一个 真正的一个战役行动 它甚至只相当于半个战役 只不过我们现在呢看呢 它把战役的这个行为呢 移到了台湾东部的这个海空的这个领域 而在这个海空的这个领域呢 他们也完全意识到 第一台湾呢 它在陆地上是保不住的 它只能以自己的有限的空中和反倒 和防空的力量 再加上它的这个海上力量 跑到它的东部呢 那么刺激东山再起 所以呢 从台湾这些这个领导人 包括台军的这些这个将领情况来看呢 他们对台军所处的这个战役的劣势 看的是非常的清楚 而他们对于自己赋予顽抗的这些 保存的这些行为呢 也是非常的清楚 那么这只是黄粮梦一场 我们知道台岛东部呢 是部署了几个台军的基地的 但是现在是不是台岛东部的 整个作战形势已经发生了变化 所以说即使有这些军事基地存在 有一定的战力存在 但也很难去执行对抗的任务 秉忠 我想台军当然知道 台湾东部形势的变化 因为解放军军机这些年呢 几乎天天都在台湾周遭 来进行常态巡航 并在东部形成了星空优 那么解放军呢 从2022年以来 也是每年都有啊 包围台湾岛的大型军业 在今年的联合力舰 2024A的这个演练当中 你也都可以看到 东部地区现在已经是 解放军重点要封锁的地方 尤其针对花连港 要切断台独分子的出逃线 还有外部势力的补给线 此外啊 在去年解放军展开 环台军演期间 航母山东舰呢 首次参与演习 当时台军的这个 防务部门负责人邱国正 就坦承 台湾的战略纵深的有限 解放军包围台湾的能力 已经从传统的台湾西部 延伸到台湾东部 所以啊 一旦开战啊 这个所谓的东部呢 也已经不是绝对的大后方了 那么台军虽然了解 东部地区的这个形势起变化 但是要做出具体有效的 应应措施 却非常的困难 我们知道台军 大概能够做的呢 就是增加在东部地区的 防空以及反舰导弹 那么在2018年 当时台军就把原本部署 在新北市万里区的 爱国者导弹连 移尸到东部地区 说是呢 要来这个补墙啊 要应应这个解放军 在台湾东部的常态巡航 但是后来又说呢 为了防战手 再把这个已经到东部的 爱国者导弹连 移回啊 大台北地区 那么最近汉光演习呢 刚刚落幕 又有台媒披露呢 台军又将一支呢 驻守在高雄的 爱国者导弹连 转移到东部的花莲 说要补墙 东部的站立空虚 所以可以说呢 就是不断地挖西墙 补东墙 挖东墙再补西墙 是陷入到 故此失彼的循环 此外呢 我们也看到 有台湾的退役将领 就坦言 当初台军呢 把东部设想为安全区 是因为根本没有料想到 解放军后来会发展 航母以及两栖登陆舰 那么美国也做过评估 台军如果真的要完成 主要的军机军舰的 战力转移 大概需要一周的时间 到时候战斗已经打完了 所以所谓的战力保存 以待反攻 只不过是空想而已 那么现在台湾又出现 一种建议啊 说台军干脆放弃 要把军舰的进行 远海输博的计划 而是把军舰就停泊在 东部的静岸水域 这样呢能够啊 来混淆大陆反舰导弹的 目标识别 还能够得到呢 台湾陆地上的远程 防空导弹 以及空军战机的掩护 不过呢 这恐怕还得要搭配 美军呢 要提供给台湾 远程的反舰导弹 才能够使得解放军军舰 在开战初期呢 会待在远离台湾 更远的这个海域上 那么减少台军军舰 在输博时面临到的压力 至于呢最近还有人说啊 干脆呢台湾的军舰呢 到时候可以进入到 日本的宇纳国岛 或者石原岛海域 或者是美军在菲律宾的 巴丹岛兴建的港口 但是呢这个又牵涉到 等于你要拉日本菲律宾 就直接和中国大陆开战 这样一个敏感的问题 恐怕这些国家 也很难在短时间 做出决定 所以台军如果呢 想要以此作为 战力保存的替代方案 也是援木求鱼 看来台军呢也没有坐以待毙 他是想了很多的因应措施 来因应现在作战形势 发生的变化的 但是他的这些因应的方式 是否能够对他的战力 起到一个提升和增强 以及对抗的作用呢 胡先生 由于两岸的军事天品 已经完全地导向了祖国大陆 所以刚才主持人和嘉宾 谈到的台军 为了保存战力 要采取的一些操作呢 它作用是不大的 那充其量就是自我的安慰 然后是赋予的顽抗 那为什么这么说呢 我们知道在今年5月下旬 也就是在赖清德宣誓就任之后 不久解放军东部战区 就组织了战区的陆海空三军 还有火箭军等兵力 在台岛周边开展了 联合力舰2024A的演习 那么这一次演习的 重点的演练科目呢 就是联合海空战备警循 联合夺取战场的综合控制权 以及联合精确打击 要害目标等科目 那么成功地检验了解放军东部战区的 部队的联合作战的实战的能力 那么刚才呢 洪老师讲到 台军心心念念的这个苏博区啊 其实本来它就是一个 被动挨打的这个策略 那么这些苏博区呢 现在已经完全是 解放军战备警循的区域 那换言之呢 这个苏博区的概念 其实早已经是名存实亡 那另外这次演习 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看点 就是解放军在花莲外海 模拟攻击台湾东部的机场 港口等非常重要的设施 因此呢 台军想凭借加山基地 来保存所谓的空中战力 那最后呢 也肯定是黄粱一梦 因此呢 一旦战时解放军出手的话 无论是台湾的海军的舰艇 台湾的空军的这个战机 还是这个部队 无论是空战 陆战 还是地面战 反登陆 巷战 都不可能是解放军的对手 那么保存战力一说 也是变成了一个 一笑大方的这个说法 解放军对付台独的武装 根本就是瓮中捉鳖 然后是不足挂齿的小case了 民进党当局是穷尽了各种伎俩 也逃脱不了失败的结局 那么赖清德续谋 把台岛当成战场 把民众当成肉盾 妄图以这样的方式 以武谋独 以武俱统 完全是空想 好的 非常感谢两岸的三位嘉宾 对以上话题给出的解读 也感谢观众朋友 收看这一期的海峡两岸 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再见